大家好,我是张欣 夜又生了 今天又来跟大家谈谈心 今天要说的是 我亲身经历一个小故事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有去健身房嘛 大概已经持续了三个月 我自己想一想 我使用最频繁的器具是什么 其实我使用最多的是那一个 SPA池 我特别喜欢在健身房运动之后 浑身大汗 跑去淋浴一下 就静静的坐在那个SPA池里面 那个水柱的感觉 特别强 一方面它可以强迫我自己 坐在里头 闭上眼睛 休息一下 因为在SPA池里面 没有办法使用手机 再来我觉得坐在那个 比体温稍微高一点点的水里面 特别有舒压的效果 再加上那个强力水柱的冲 我觉得整个身心灵 都能够获得洗涤 尤其我们都是东方人 大家不习惯在 不认识的人或陌生人前面 裸露自己的身体 所以真的会使用SPA池的人不多 大多数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用 它那个SPA池啊 就是按一下 它就会开始喷水柱 大概一次 我计算是四分半钟到五分钟的时间 停了 咱们就再按一下 它就继续喷 我通常会坐在里面 大概喷三次 我就会起来运动一下 再去洗个澡 如果还有时间我就再回来做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常常在游泳池里面看到 我自己亲眼就看到好几次 一些不常常到游泳池的人 就在那个SPA池或者是温泉里面 泡太久的话 站起来 一时会站不稳 或者是头晕 就昏倒下去 所以不管你在健身房 或在游泳池 SPA池绝对不能够泡太久 温泉啊或者是热水池 不能泡太久一定要起来动一动 所以我自己抓十分钟以内是最好 我们自己习惯嘛 所以我大概抓十四到十五分钟 但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故事 不是按一下会开始 按一下会开始嘛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他停了我就伸手按一下 停了我就伸手按一下 可是最近啊这阵子 有另外一两个人 他也会来泡SPA 而且是断工差不多 要不他先进去 要不就我先进去 可是我自己心里面 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实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开始 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嘛 然后时间到了 或者是哪个水柱停了 我就按一下 我就按一下 后来有一两次 因为我就稍微迟疑了一下 没去按那个 我发现对面那一位老兄 他也不按 我就想 没事那我就按吧 按了 反正一天也就十五分钟 按了就没事 结果后来 坐在那里没事脑袋就胡思乱想 我就想 奇怪 为什么我都都是我在爱 为什么他都不爱 为什么可以这样 后来我就自己实验 水停了 水柱停了 我就不爱 等了五分五秒钟 他也不爱 我想五秒钟都不爱 怪怪的吧 我又按 可是到了隔天 我心里自己又有毛病 又犯低估 我想奇怪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我就等个十秒 他不按我也不按 低不动我 绝不动 对不对 就等了十几秒 这老兄 他真不动手去按 他就坐在那里眼睛闭着 我就没办法啦 我还是要冲吗 我就按了 可是心里就不舒服 我想到底是一个残疾人 还是哪里有问题 还是他不会操作 不会操作 我们可以教他嘛 可是也都没讲 就闷在鞋里面 坐在那里不能看手机 没事就胡思乱想 又隔了一天 我今天早上特别观察 我就看那老兄先进去了 我就在外面领域 特别听声音 结果发现他老兄是会按的 就是我没进去的时候 他自己按 还自己在按摩 然后停了他自己又按一下 我真实了 他真的会按 这个时候我再进去 我心里更不舒服了 其实这也就是天下本屋是庸人之老师 我就心情不好 可是我也不敢去跟他讲 咱人家啥背景 咱也不知道 对不对 后来啊 又来了两位老兄 年轻人就坐在我的旁边 后来那个不按按钮的那一个老兄啊 他走了嘛 因为他事先进来的话 就跑去洗澡了 另外那两个年轻人啊 我听他们在讨论 其中有一个就说 哎 你有没有发现 他都不按按钮哎 他都等我们去按 结果另外一个老哥啊 他其实没多少岁 我看还不够三十多岁吧 我觉得他讲了一句 影响握横身的话 他就跟刚刚提出疑问的 那个年轻人说 有差吗 如果是今天你一个人 坐在这个十八尺里面的时候 你不是伸手就按了 伸手就按了 你会想这么多事情吗 他不坐在这里 伸手就按了 他坐在这里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伸手 去按那个事情了呢 你为什么要让 一个跟你完全不相干的人 影响你自己在这边 放松时候的心情啊 你坐在这里是为了享受 是为了放松 是为了抒压 你为什么要因为 旁边那个人动作或不动作 而造成自己的心理压力不愉快 哇 这个时候我坐在旁边 眼睛突然一睁 我就对着那一个老哥说 你说的真棒 他也被我吓了一跳 怎么会有人突然跟他讲话 我看他就腼腆的一笑 嘿这个时候我就走了 我去淋浴的时候我就想 说的太有道理了吧 日本禅宗 有一个修炼方法 叫做当头棒盒 就你在思想 我想事情的时候 那个盒上就拿个棒子捶你 让你中断思考 停下我职 而他讲的这些话 嘿真的 打乱了 或者是打破了我之前一阵子 心里不愉快的心中那一个结 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 而影响到我的心情 没有人的时候 我就这样按吗 停了我就按 停了我就按 没有任何事情 我也不是残疾人 我也不需要等三秒钟 为什么有一个人 他也没做什么事情 他也没做错什么事情 我自己心中就起了一些怨念 这件事情啊 让我想到 佛教里面常常在说的 放下我职 方能得到 很多时候 心中的烦恼 心中的苦闷 都起源于自己的心 跟外在的环境 或者跟其他的人事物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如果真的希望得到 心灵上面的平静 希望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 希望束压 或许诚实面对自己的心 放下自己的比较 放下自己的执念 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 找到一方清静的原地 今天早上 那个了解这个事情之后 其实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它虽然只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故事 但放下我职方能得到 这个心 或者是这个事情 它就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袋里面 今天在开车的时候啊 我通常啊 我们今天去台中吗 跟我老婆两个 开车的时候要开两个小时 我老婆如果以前在旁边一直打手机啊 我心里也会觉得不舒服 我开车她一直打手机干嘛 怎么不趁这个机会聊聊天 今天啊 我就没有任何不舒服 她打手机 我就把音响打开 我听我的音乐 她打她的手机 她打完手机 回完留言之后啊 嘿就来聊天 我才觉得 之前所有在车上的不愉快 或者是对话 都起源于我自己 我传闻跟她讲 你干嘛一直打手机 你都不能跟我聊聊天吗 手机又比我重要吗 我这么辛苦开车 怎么你就在旁边打手机 不打手机就睡觉 也不愿意多聊两句 当我这个心起来的时候 我自己心情不愉快 我讲话的口气也变差 在整个路程当中 不管有没有打手机 我心情都不好 当我今天真的把这个事情放下之后 嘿 我老婆回她的留言 我听我的音乐 互不干扰 我老婆回了半小时 留言之后 手机放下 嘿 还看着我 老公你今天都没有生气哦 都没有念我哦 嘿 结果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还真的就平平静静的 边开车边聊天边听音乐 放下我知 方能得到 今天晚上我跟一个 我非常好的医生朋友聊天 我们好久好久没有联络了 我们聊聊天 他跟我讲的一个观念 真的打到我脑袋里面 第一个叫positive thinking 正向思考 第二个叫做转念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两个故事 不就差不多嘛 很多时候 辛苦 成败 痛苦 烦忧 就在看事情的角度而已 转个方向 转个想法 或许 人生 大不同 放下我知 方能得到 让我们一起 在 世间修炼 让我们都能够 得到 幸福 愉快的 每一天 长期办谈 今天就跟大家谈谈心 聊聊天 天天都有新鲜事 咱们明天见 拜拜